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商务部的最新数据也显示了 在美国国内的生产毛额GDP成长数率的数据 反映消费者支出 出口以及联邦政府支出增加 美国第三季的经济成长率同比上一季相比放缓 那么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私人存货投资降低 以及住宅固定投资大幅衰退 尽管经济看似强劲 但是美国的通膨依旧是高于预期 所以现在各界也关心 美国联准会预计在今年11月的会议 决定是否进一步的降息 延续到的通膨话题 其实也会影响选民心知所向 我们对你来看 这一次的美选超过半数以上的选民 认为经济就是最重要 GPBS采访团队已经抵达美国 这一回观察到的是芝加哥 在当地开设餐厅的台桥 面对高通膨的压力只能勉强苦撑 请看特派记者彭慧云 钟颖伦在当地的报道 看看这一半还有什么大折 听家好便宜 采买就是一场省钱大作战 在芝加哥的台湾留学生 谅语和舒辞一进超市 就瞄准特价区下手 刷着手机上每周不同的折扣商品 要把钱钱留在身边 之前都1.99或是2.5 现在已经不会再低于3 之前都1.99这样子 好扯喔 对于物价通膨很有感 看着诞价在一年内金金涨 再也不回头 消费者只能够想办法自救 对抗通膨学生们的战场还算单纯 在芝加哥开餐厅的台湾业者Kevin说 原物料的成本已经涨到 不知道该怎么算 我们的消费到底会做到怎么样 Kevin从2015年就投入餐饮业 陆续经营过几间餐厅 坦言通膨真的是创业路上的大魔王 在另一位专门贩卖台式鸡排的 餐厅业者身上也有同样感触 那时候已经算是贵 那时候一磅 40磅一箱的话 才40几块而已 40出41 42 对那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它就涨到快90块 在芝加哥卖的是台湾人最熟悉的 珍奶 盐酥鸡 便当 从珍珠到筷子 便当盒 都从台湾进口 疫情后成本翻倍涨 但是售价不敢涨 我记得那时候时薪是13.5块 13元 对那像今年的话 已经涨到16.2了 通膨之苦全美有感 美国联准会降息 也是为了支撑消费力道 就怕复苏熄火 让大选年的经济黯淡无光 TVBS记者彭慧云中一轮 在芝加哥的采访报道 对于美国的选民来讲 有些人是担心川普当选之后 会伤害美国 所以这样的一个论调 也来看看民主党总统贺选人 贺锦丽 他是在白宫的南草坪 发表选前最重要的一场演说 估计七万五千人到场 这回华府反川人士大集结 往白宫南侧的方向移动 沿路还有反川普小贩 临时安全围栏变成反川普海报专区 监狱等着你 川普让我厌恶 大华府地区的居民 毫不掩饰对川普的感受 你知, you know, the presidential race 是一個競選的熱門地點 但今天這麼多人出來支持賀錦麗 也顯見即使在華府 待了四年大華府地區的居民 也仍然不歡迎川普 華盛頓郵報是大華府地區主要報紙 華郵在選前宣布 停止1976年以來為候選人背書的傳統 引發退訂潮 賀錦麗支持者反應不一 我曾經過 但我已經解釋了 我認為如果他們不會支持一個選項 他們應該說他們不會做一年 或兩年 不是11天前的選項 我喜歡這個報紙 舞台上大大的字寫著自由 人手一面美國國旗 賀錦麗主打團結愛國 演說中提川普名字二十四次 只提拜登名字一次 策略明確的讓選舉針對川普 而不是關於他自己 TVB的新聞佳輝美國華府報導 我們在看就是美國總統拜登批評 川普陣營的歧視言論 拜登他強調剝奪了一個不是垃圾島 那麼也來看川普現在 持續的指控對手選舉舞弊 因為在馬路上出現了一個投票箱 道路前冒出藍色箱形物 民眾緊急停車 才發現不得了 竟然是一個選票箱 疑似是負責運送選票的人 沒有綁牢箱子才掉落馬路 但不只這期選物舒適 川普又開始指控抓到選舉舞弊 聲稱在賓州發現2600張作弊選票 卻沒交代案情細節 川普畫風一轉 又突然對波多黎個人表達愛意 似乎想挽救先前挺穿喜劇演員的 垃圾島失言風波 不過民主黨可沒打算輕輕放過 就連拜登都跟進回酸川粉比較垃圾 川普文訊當場氣炸 沒選倒數計時 川普在多數民調急起直追 不過曾審準預測九次大選結果的 歷史教授還是逆風壓寶賀錦麗當選 他憑藉自己研發的十三把鑰匙模型推估 賀錦麗在十三項指標中只有四項實力 比較有機會入主白宮 月新聞綜合報導 鏡頭轉到韓半島 那麼這是日本防衛省表示 北韓今天金城從內陸地區朝東北方向 發射至少一枚彈道飛彈 掌握到了飛彈的落點 是落在日本專屬經濟區的外側 那麼統計也發現 這已經是北韓今年第十二次的發射飛彈 研判這一枚的彈道飛彈 是利用比過去更高角度的高飛軌道發射 日本政府因此召開了緊急會議 收集相關的彈道飛彈資訊 並且確認是否發生災情 日本首相石破茂也下令了 要求各單位盡力搜集分析相關的資料 給人民做好準備 那麼再來看到就是中東局勢了 以色列改變戰術轟炸目標 從黎巴嫩的南部轉向東部 同時下達撤離令 似乎要擴大準備攻擊真主黨的這件事情 以軍方面也宣布成功殺害真主黨精銳部隊 拉德萬的副指揮官 爆炸和濃煙蔓延黎巴嫩南部邊界地區 以色列日夜狂轟 不讓真主黨有喘息空間 以軍強勢進攻 黎巴嫩官媒也證實 以色列的坦克車還在往深處推進 現身基安村一帶 以色列秀出更多戰利品 另一個真主黨地下八公尺的指揮中心 也被以軍破獲 我們來打開對待的共同盟 我們在中間裡的警衡 有些角色 尼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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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罕見公開火桌 真主黨指揮官和多名成員的影片 所有人都赤裸上身 舉雙手向義軍投降 现场到底有多少人被抓 乙军没有明说 只是这段画面也被解读 是要向真主党新领袖卡西姆下马威 身为创党元老及多年副总书记的卡西姆 虽然一开始没被视为第一顺位接班人 但他早已悄悄扛起责任 多次发表电视演说 现在确认接班 乙军也不客气在官方X平台呛他 恐怕成为最短命领袖 撑不了太久 只是这之前 真主党又朝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 这次有一位居民遭到波及 不幸死亡 对于这类攻击 以色列疑虑加倍奉还 也空袭黎巴嫩港口城西登地区 但最惨的还是加萨 周俄加萨北部贝特拉西亚又化为人间炼狱至少93人死于空袭 除此之外 以色列国会最新投票通过封杀联合国救济组织的行为也引起美国忧心 担心将进一步恶化人道危机 以哈战争的议题最近也成为美国大选政论节目的讨论焦点 不料竟有保守派评论员失言说出这些话 要挺巴的来宾小心不要遇上BB Code爆炸案件 CNN随后也宣布未来将不再邀请这位评论员上节目 以色列上礼拜出动百架战机轰炸伊朗军事设施后 伊朗至今对损失必重就轻 以色列参谋长则继续出言警告要他们别想还手 这次的袭击也凸显双方空军实力差距悬殊 伊朗未来到底该怎么做才不会被小老弟看扁 恐怕又要伤透脑筋 原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是10月31号也就是夕阳万圣节 其实从我们台湾一直到欧美国家 不少的大小朋友都会变装 到街上去玩不给糖就捣蛋的游戏 但是如果采买糖果会发现巧克力明显变贵了 因为可可豆产量下滑价格飙涨 该买比较便宜的软糖也有风险 说是在英国这里拦截到了许多非法添加物的软糖 一袋袋包装鲜艳的糖果零食一字排开 看起来超诱人 但在把这些咸香酸甜的好滋味 装进购物栏前 最好先睁大眼睛看清楚 一年一度的万圣节将至 许多民众都会为了上街玩游戏药堂的小朋友 准备临时小点心 但英国食品安全局最近却发现 有数千件违法进口临时流入市面 其中不少未被拦截的商品 很可能已经被不知情的消费者买下 这些进口商品之所以会被标示违法 是因为其中含有许多英国法规 禁用的食品添加剂 诸如绣化植物油 漂白面粉以及各式色素等 若长期食用这些精致加工食品 不仅可能致癌 也恐会诱发孩童出现过动行为 而在美国民众面临的节日危机 不仅是大量不健康零食 还有连同万圣节糖果 一起被塞入信箱的不健康传单 居民口中讨人厌的东西 指的就是这一张张跟万圣节糖果 包在一起的传单 上面印有大量反犹太的仇恨标示 及标语 看了让人心里发毛 当地警方表示 过去两天已有三人通报 收到类似的包裹 居民防不胜防 只能关上袋子 闭眼不看 把这些诡异包裹通通丢弃 这边民众在奋力丢糖果 另一边美国各大零售商 却因为梅糖可卖 愁白了头 因为今年遭逢战争天灾 可可产量下降 价格又涨 导致众多糖果公司 只能减少万圣节 巧克力的上架数量 转而加倍出售 较为便宜的奶油糖 软糖和干草糖产品 不利多销 根据国际可可组织 八月预测 本季全球可可产量 将下降14.2% 部分不想停售 巧克力产品的厂商 虽尝试将商品作效 甚至在糖果里 加入微化饼或坚果代替 但仍无法抵御 这波食品通膨 被迫吞下 比以往高昂的生产成本 尽管各大零售商 面临经营危机 专家依然看好 今年的万圣购物潮 认为这个传统鬼节 已经变得跟情人节 父亲节 母亲节等节日一样 具有商业吸引力 在铺天盖地的传单 快闪电加持下 越来越多消费者 都被吸引进店买东西 因此专家预估 到了12月耶诞节 民众的消费力 应该也不会降低 加节买气依旧可及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看也是身具吸引力 也就是南韩的黑白大厨节目 节目播出之后 其实让参加比赛的厨师们 餐厅一味难求 厨师本人人气也高涨 但你看到这是在南韩传统市场 开店的吴菜单阿姨金美玲 这回接受了TVBS新闻网独家专访 也透露了她坚持穿 韩服下厨的原因 把面条从大锅里捞起 穿着传统韩服 在京东市场内穿梭 这个身影有看过黑白大厨的人 肯定不陌生 接受TVBS新闻网专访 以吴菜单阿姨这个封号 在黑白大厨是唯一晋级到八强的女厨师 这一道代表她人先的安东汤面 成为焦牌菜色 我觉得吃起来是有点像蕎麦面 然后但它就是有一种特别的香气 因为它其实有一点点像 我们的那个阳春面的感觉 很清这样 对对对就是清爽清爽 遇到客人想合影拍照 金美玲有求必应 还会一起摆可爱pose 只是穿着韩服 在高温的锅炉前做料理不热吗 金美玲这么说 自从黑白大厨播出后 安东家每天大牌成龙 店内还有一位精通中文的员工 让台湾游客也能品尝到 吴菜单阿姨的精湛手艺 镜头回到国内 其实现在正面临着 强台康瑞台风的劲逼 那么稍早台北捷运也宣布了 在台北文湖县以及高架平面路段 包含圆山站道淡水站 新北投站小壁潭站 因为风速达到停驶标准 所以已经要从这个上午的11点钟开始 停止营运 也提醒您 北捷因为强风来袭 所以有停驶的状况 那么再关注到 就是在陆路交通的部分了 台铁以及高铁 今天的运营状况又是如何 说是台铁在今天中午之前 基隆到彰化的路段 采取机动行驶 其他路段的对号列车都是停驶的 另外在高铁方面 则是采取每两小时 这样的一个全线自由坐的列车 每一个小时发出两班 有不少旅客到现场扑空 交给记者雅婷 强台康瑞持续逼境当中 所以今天包含三铁 还有一些交通状况 都有出现一些异动 以这个台铁来说 可以看到蛮多民众的 都站在时刻表前面来确认 因为以今天中午以前 虽然基隆到彰化的这个区间车 是踩机动性的行驶 但是其他的这个路线 全部都是停驶的状况 所以有非常多的民众 其实拖的行李 甚至是观光客到现场才发现 原来没有火车可以搭 之于呢 其实在高铁的部分呢 今天同样也是有出现一些变化的 高铁原本的班次 全部都取消 变成每个小时 两班的这个自由坐的加班车 变成今天旅客不论你是之前有买票 还是现在买票的人 今天就只能坐自由坐的来南下 或者是来北上 至于今天 有没有旅客受到影响 让我们听一下 稍早访问 我本来要坐飞机 然后也取消了 所以要回家 所以原本订飞机取消 然后改坐台铁 想说可以改坐台铁 还是 对想说改坐台铁 因为高铁也买不到票 然后就只有自由坐 不想挤 然后结果台铁也没开 现在在北捷的部分呢 其实今天的班距也拉长到12分钟 但是晚上呢 刘德华就要攻上台北小巨蛋 所以到时候也会试这个人潮 北捷会有适度的加班车 还有人力上面的调配 另外在这个班级的部分 其实今天国际线 也多达277价值取消 国内线是全部停飞的 所以提醒您 现在台风呢 已经呢步步的进逼 一定要再多加留意 交通的相关讯息 刚刚看到陆路交通 那么也来看一下航空的班次 真的是相当惊险 说这一架呢 从曼谷回到桃园机场的航班 在空中盘旋了一个多小时 因为侧风实在太强 难以降落 当时有好多的乘客 在机舱里头祷告 赶紧交个听音 从窗外看出去 整片雾茫茫能见度超低 而北极机身摇摇晃晃 盘旋了好久 终于可以降落 他有一支广播 说是因为那个 他要落地 应该是天气的关系 因为那时候窗户打开 我看了那个外面那个云层 都看不到下面 整个黑毛毛 是天气的关系 一直在求佛祖 差不多五十分钟 陶仁机场 因为台风的关系 许多班机取消 有入境的航班 一百二十五班 和出境航班 一百一十六班 都有客机和货机 但还是有少数航班正常飞行 上午有架 从泰国曼谷飞回台的班机 因为天气状况的关系 在上空盘旋 将近一个小时 乘客表示 有点紧张 不断在机上祷告 也拍下了外面天气 很差的情况 一整片都呜呜的 看不清楚 幸好最后有平安降落 相当惊险 这一次这一刻的台风 据说是巨大的胖台风 而且围理惊人 现在我们感受到 就是外围环流的影响 其实在大陆上海市的民众 也严加戒备 很可能是会出现 43年以来最强的暴雨 另外上一个台风 谭美台风的余威还在 海南岛这边 有事去对外交通全断 还得出动直升机来救灾 直升机出动 就起受困阿嬷 屋顶上还有十几名民众 居住的楼房 已经泡在泥水中 在风雨当中等待救援 海南岛近一个礼拜 暴雨下不停 部分地区累计雨量 超过一千毫米 重海市被水包围 对外交通全面中断 海南三亚马路上的积水 达到1.3公尺 一辆载着20名游客的游览车 被困 两名外国游客被救出后 坐着橡皮艇转移到安全区域 穷州30号爆发土石流 六个组合屋被掩埋 造成三人死亡 四人受伤 根据统计 1949年以来 还没有台风 在10月25号之后 登陆或擦过福建浙江沿海 所以康尼的到来 是比较罕见 台北台风才远离 康瑞接力报道 福建超过1.2万艘游船 停航避风 浙江游民也忙着加固游船 康瑞还没登陆 但在外围环流和冷空气 双重影响下 上海31号傍晚将有极端暴雨 陆美市警 这可能会是43年以来 11月最大降雨 呼吁民众尽量别出门 TVBS新闻张志明 蔡一杰综合报道 极端天气的影响 其实要党也挡不住 这里是西班牙 遇到了百年暴雨 当地山洪爆发 不幸夺走了95条人命 那么接下来这段影像 一起来看 灾民看着爱车 都被洪水冲走 从阳台往外看 住户忍不住尖叫 眼睁睁看着整排汽车 被大水冲走 大车同样被卷走 毫无招架之力 三辆汽车挤成一团泡在水中 数十辆车堆积如山 塞满整条街 商店街烟成一片汪洋 住户的家具被冲毁 离家出走 西班牙第三大城 瓦伦西亚齐瓦镇 短短八小时就降下一整年的雨量 桥下溪水暴涨 滚滚泥流向万马奔腾 中断铁路与高速公路 还有1200人 受困高速公路动弹不得 空拍画面曝光 各地一片狼藉 消防员与受困居民 脖子以下都泡水 必须出动直升机吊挂救援 山洪导致近百人死亡 数十人失踪 这是西班牙近三十年来 罹难人数最多的洪灾 更是瓦伦西亚地区 百年来最严重洪水灾情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宣布全国哀悼三天 专家分析这样毁灭性的暴雨 与洪患与极端气候有关 专家解释地中海北上的温暖 湿润空气遇到冷风凝结沉水 但极端气候加重灾情 洪水来得又快又猛 居民实在措手不及 TBN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转换一下心情 我们来看看日本北海道 这群学生相当喜欢 这位宿舍管理者 机动大陆里头 负责管理的这位常赖先生 他烧的一手好菜 而且经常都会有些意外的料理 有些网友说 入住这间学生宿舍 真的很幸福 画面中的料理人家世十足 熟练的做菜技巧 吸引不少网友点阅 只不过他的身份并非厨师 而是学生宿舍的管理人 位在北海道江别的 学生宿舍大楼拓北辽 因为临近车站 周边有四座高中大学 吸引不少学生入住 现在大约有160名住宿生的拓北辽 每月房租约在6万日元左右 其中就包括了3万日元的餐费 可别以为这3万餐费很贵 不仅包办早餐晚餐 而且学生没时间回宿舍吃饭 还能改选便当 周周的餐点内容提前公布于官网 每个月会有一次丰盛的特别餐点 让住宿生大快夺疑 管理人也就是老板继承家业 接受宿舍的经营 没想到国外的工作经验误打误撞 成为超人气的网红 学餐厨师 餐点不但现做 而且味道家常 菜色丰富 年轻的老板常赖祥志 两年前突发奇想 将学餐的制作影片放上网路 一次一两百人份的料理霸气烹调 人气暴冲 点源率最多甚至超过120万 也让拓北聊美食生命远播 力挺在地小农食材 常来详至 不仅负责填饱住宿生的肚子 也同时开始为幼儿园公餐 让更多的小孩子 品尝到营养的在地美食 我没有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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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学生宿舍的同时 一边准备学餐跟幼儿餐点 还当上网红开了咖啡厅 常赖祥志说 期待有更多的乡亲 可以品尝到自己的手作料理 也希望网路上的料理影片 持续扩散增添人气 让更多人知道 北海盗浆别的食材美味 还有淳朴的人文风情 例如旅程中 例如旅行祝 或童谷教室 例如旅行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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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希望能够准备 选顾的品牌 的佛潭 也开放佛教信众瞻仰 一同庆祝泰王72岁圣寿 以及泰宗建教50周年 我们再看泰国曼谷市区 现在有向新的目标 想要净化空气 曼谷市政府在市中心 规划了9个行政区为低排放区 检测如果发现PM2.5的浓度 达到了警戒的程度 那么6轮以上又不符合 绿能标准的大卡车 就不能够开进这9个管制区 新的措施预计在2025年正式上路 再来看看泰国当地的消费模式 现在有两家的泰国鸡蛋商 洗手泰国食品与酒店业者 希望能够透过使用 散养蛋鸡信用制度 购买能够省成本 另外一方面又能帮助农民 提高散养鸡蛋产量的方式 全力来支持当地的蛋鸡养殖户 再来看到是印尼总统普拉伯沃 对于上任之后的未来这几个礼拜 对于大陆 美国 秘鲁 巴西以及英国 将展开一连串的访问行程 所以显现了他有意寻求在国际舞台上 扮演积极的角色 但是还没有进一步公布 访问美国华府的时间 最后我们看到这是大陆 商菲亚泰办事处在新加坡举行揭牌仪式 大陆驻新加坡大使曹忠明出席致辞 提到了大陆自制的客机C919出海再跨一步 所以结算到目前为止 大陆客机C919已经累计交付11架的飞机 以上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 回到新闻现场 面对会越来越强的强风好雨 请您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 我们讨论到就是强台康瑞了 现在的破坏力致灾力也只是外围环流而已 那么台风中心的预计再过三个小时左右 就会登陆在我们的东半部了 我们先来看看离岛的蓝雨 阵风破表超过了17级 已经没有更多的风率表可以形容了 另外在高山的地方 和欢山吹起了破记录的狂风 吴领亭的监视器根本无法招架 无法承受风力 瞬间断讯剩下黑画面 和欢山吴领亭上风雨让镜头超晃 画面很模糊 早上七点多还有机车骑士路过 但早上九点半镜头就撑不住 一块紫一块黑 然后啪就断讯 把电视器也吹坏 而这个模糊画面则是在花莲鲤鱼潭 与上市水桶用倒的镜桶晃到头晕 台东曙光观景台汉池上天堂路全都一样 监视器在风力雨里努力撑着 但蓝雨的风速仪实在撑不住 去年小犬台风才吹坏 修好后康瑞又搞破坏 前相局长郑明典就说 蓝雨强风超越17级 平均风17级 阵风远远超过17级 从数据图上实实在在的破表了 蓝雨风速太强 真的令人担心 脸书粉砖台湾台风论坛天际特辑 也分享一张风速扫描图 看到康瑞的强风圈非常非常大 紫色到花来更猛烈 蓝雨平均风每秒59.1公尺 已经创纪录 台湾台风论坛天际特辑也说 第一道雨带阵势和台湾本岛接触 前菜才刚上就下马威 河湾山测站测得45公尺每秒 14级风刷新战史记录 最可怕的是台风主体都还没进来 西部海线已经有10到12级强阵风 很快西部内陆阵风也会飙起来 台南以北东半部这边的风势 平均风已经都有8到9级以上 而我们沿海的空旷地区 也都有来到11到12级左右的情形 8级风在路上就会走路不稳 10级可能把建筑吹垮 不止空旷处山区平地也有盛防 的确要小心再小心 强风的破坏力在花莲及安详这边 民众的感受是最明显的 电线敢被狂风吹断 那么甚至还有辆小货车也因此翻了过去 连线记者蓝婷莹 但马路上的积水超深 车子经过渐起超高 水花根本比人还要高 而旁边街道内状况更惨 一辆货车直接90度翻倒 躺平在地上 污染处还有一根电杆一起倒地 这里就位在花莲及安乡南海五街 路上多处电线被吹落 电杆也被吹断 还有货车整辆被移位翻倒 相当危险 村长与居民穿着雨鞋 赶紧要将杂物树枝清除 警方也在街道前后拉起封锁线 好让台电人人方便抢修 并确保附近民众安全 另外在寿陵香夹湾部落疑似 出现了龙卷风 认出天空聚集了一大团灰黑的云雾 吓得民众赶快拿起手机 记录相当罕见的景象 还猜测会不会是龙卷风 尽量还是在家里头防台吧 躲在家里最安全 因为凌晨十二点多 你看到当时视线是昏暗的 在半夜时间一辆大货车 在台九线撞到了倒下的路数 车头凹陷 也来关心驾驶的伤势 地板上湿搭搭路边树木 东倒西外枯枝落叶散落一地 往后一看还有一辆大货车 周围摆放三角锥 墙台康瑞步步进逼 预计中午登陆 花莲三十号晚间 于是越来越明显 今天凌晨十二点半 天色一片黑大雨肆虐 台九线两百八三点五公里处 南下车道路数倒塌 导致一辆大货车撞上 车头整个凹陷 幸好驾驶没有受伤 同时也造成南北双向道路 一度中断 警方货报立刻到现场 协助指挥交通 三个多小时后 移出大树恢复南北双向通车 外卫环流的雨 真的是下得蛮多的 而且下得又急又快 但一来看到 这是桃园石门水库 睽違两年多 再次的泄洪放水 要来保护水库主体的安全 交给记者听音 水库一红道打开 大量的水倾斜而下 溅起超高水化 形成了水库 模样相当壮观 这里就在桃园的石门水库 由于抗瑞台风带来的好大雨 31号凌晨0点到早上8点 八个小时的累积 雨量迅速到达114毫米 为了安全 石门水库在8点开启一红道 我们8点的一个路流量的部分 是1610每秒 立方公尺这样的量 那我们只采用1572 那个每秒立方公尺这样的一个量 来进行相关的泄洪 来控制水位 分数长也提到 上一次将一红道打开 是在2022年的泥沙台风 另外目前的蓄水率有达到99% 因此将会随着降雨状况 进行放水调整 确保水库安全 也呼吁民众尽量不要出门 尤其是河道更要远离 台风天在家里头防台 最怕无电可用 的确在风力的阻扰之下 一度停电的户数 超过了7万户 台电统计到今天上午10点为止 全国曾经停电的户数 总共有77756户 当中修复的户数 已经有49368户 所以目前大约还有28300多户 还没有复电 在区域方面 停电的区域台东线是最多的 曾经停电10571户 再来花莲地区的观众朋友 也比较辛苦一点 停电户数4938户 台北市也受到影响了 停电的户数2579户 所以台电在这一次迎战强台 康瑞已经出动了将近1万人次 超过5000辆的工程车 尽力抢修要提供稳定的电力 我们再看到其实太风天外出有风险 当然工作风险也是有的 今天在中南部的风力 预估在傍晚到晚上开始转强 这件事情外送员也很关心 两大外送平台今天暂停外送一天 连线记者有轩 后续将依照政府相关指令 恢复外送 5本业者表示平台提醒外送合作伙伴 在停班停课期间保持离线 待收到平台恢复营运通知后再上线 回回来您还记得当初在学开车的时候 教练的态度是严厉还是温和的 日本北海道的驾训班学生 他们感受到爱的教育 现在的业者是为了帮助学员更快的上手 建立自信心 所以即便学员操作错误 或者是出现了学习障碍 教练都会给他一个温暖的微笑 化解学员的压力 获得了不少的好评 位在北海道的志佳老字号的驾训班 最近在当地年轻人之间相当热门 之所以受到欢迎 主要是因为驾训班颠覆过去传统上课模式 教练用微笑取代严肃 用鼓励化解失误的尴尬 该以爱的教育教导 学员开车技巧 真正走 一番奥的车路上 一番交差点を右上 对 对 你呢 ちょっとずつアクセル踏的世界 今速度コントロールとブレーキ完璧 ただ一个だけね どうしても気づいて欲しかった 多分気づいたと思う 何か一个だけ失敗した 何で 手線を超えてしまう そう これ超えてたちょっとな 犯错了 疏忽了 也没有责骂或不耐烦 今何か発生した 何だと 後ろのタイヤがちょっと脱衣 そうだと脱衣した これを何て言うでしょうか 大人 大人の世界がよく覚えている 街街 清新解说 态度温暖 让原本紧张的学员 能够送一口气 安心又放心地 学开车 失敗しても褒めてくれたりするので すごく自分としてのモチベーションも高くなって すごく次も頑張ろうっていう気になります 世代交替社会文化的改变 以鼓励来激发学员 学习動力的指導模式 逐渐成为主流 家訓班从2023年10月开始 变幻教导跟应对的模式 强调有爱跟有耐心 也得专业 教練们的态度 从日常开始学习培养 上班第一件事 先对着镜头确诊笑脸 所谓的笑脸程度 必须达到九成 再来就是同事之间的正向互动 改变指导方式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少子化影响 跟1968年一整年有多达两千八百人报名随开车相比 如今三成都不到 另外教练们也发现旧有的严谨教学跟新世代的学员难以沟通 传媒教学跟新世代的学员难以沟通 與仔細的傳達教學內容 教訓班在面對學員時 不再延遲呵斥 而是改以正向語言給予鼓勵 拼對跟肢體語言 同樣積極樂觀 事實證明年輕學員的評價正面 反應熱烈 同時也吸引不少人上門學習 據預約新聞 許喜邦綜合報導 看到這是惡性通膨 讓阿根廷民眾生活不好過 甚至影響到公共安全 你看到這是一棟正在改建的飯店 當地的這個二十九號突然倒塌了 至少有一個人不幸死亡 還有九個人被活埋失聯 就是跟工程弊案有關 空拍鏡頭拍下 建築群中出現一個大窟窿 這是阿根廷一棟十層樓高的飯店 在二十九日凌晨突然嚴重倒塌 還波及旁邊的建築 這棟飯店位在阿根廷沿海度假勝地 事發當時大約還有五到六名住客 出動大型機具 當局還派出三百名消防員 醫護跟警察 在現場清除殘骸 希望找出被埋在廢墟中的人 這棟飯店在一九八六年開業 正進行修復改造 但似乎沒有取得施工許可秘密作業 目前工頭水泥工都被拘留審問 示威者跟警察發生衝突 阿根廷不僅出現重大的施工弊案 還有公務員發起三十六小時大罷工 抗議阿根廷總統米雷伊上任後 強推經濟修客療法 令他們收入短少 分析是預估 阿根廷二零二四全年通膨率 將達到約百分之一百二十四 米雷伊總統大砍政府補貼 與公共部門工作 導致貧窮率攀升到百分之五十三 陷入經濟大蕭條 TV新聞綜合報導 台風又來了 請您留意防臺安全 也請您持續鎖定稍後 Focus世界新聞 聖地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